他叫杰克 14岁辍雪找了份送兵的工作 突然一个急刹车 让杰克手忙脚乱 富二代不断地按喇叭 戏械起来 这让杰克出尽了丑态 也要感谢这次意外 让他无意中看到了报纸 上面刊登了亿万富翁的成功故事 同样14岁辍雪打工 白手起家逆袭成为亿万富翁 杰克觉得自己的经历和他很相似 回家拿出报纸告诉父亲 他将来也要成为亿万富翁 没成想父亲无情地说道 杰克不再说话 但他心里就是不服输 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事业 于是他半夜找到卧床不起的妈妈 到完别就准备远走他乡 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里 但至少家里少了一双筷子 省下来的钱应该够妈妈买药了 杰克在心里暗暗发誓 那个年代交通很不发达 在一位大叔的帮助下 偷偷坐上了去大城市的火车 也不知道火车开了多久 杰克刚睡醒 大叔就说已经到了德克萨斯州 说完就跳下火车 杰克连忙跟在身后 然而再也没看到大叔的身影 幸运的是 杰克跟随路人的脚步来到了一个小镇 农场主恰好在招六名临时工来搭建栅栏 杰克觉得机会到来 迅速地插入人群中 强烈推荐自己给雇主看 看到雇主的质疑 他抱起旁边的胖子 以此展示自己的年轻气声 果然农场主被他的积极感动 一行人来到农场 杰克显然没有打过桩 自己的木桩一推就倒 但他就是有一种不服输的干劲 别人休息的时候 他还在努力地加工木桩 这时工友给他送完水喝 两人很快就熟络起来 开始砍大山 杰克说他的梦想是成为亿万富翁 而工友说自己家以前也是大地主 后来经济萧条什么也没留 他的梦想就是买下整个州的牧场 让别人给自己打工 可刚到晚上 工友们就开始打扑克 杰克看到了这一幕 突然觉得打工是不可能致富的 这辈子都不能再打工 他怎么也不甘心一辈子平庸 于是找到农场主 请求他告诉自己成功的秘诀 农场主却说 成功不需要很麻烦 只有自己当老板 让别人给你打工 才能走向人生巅峰 杰克在聊天中注意到 他们的工资不是按天算 只有完成了工作才能获得报酬 到了早晨 工人们起床开始干活的时候 发现找不到杰克 原来杰克凌晨三点就起床工作 而且他还把工人们分成了两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 相互合作大大提高了效率 提前一天就完成了所有工作 最后农场主给了他一笔额外的奖励 这是杰克出门在外的第一桶金 他转身来到邮局 打算寄钱给妈妈治病 但此时一条大金链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问眼前的土豪是怎么做到的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而土豪只是说了一句话 德克萨斯州有很多草原 取决于你看的有多深 杰克立刻意识到 他说的正是液体黄金石油 这一刻他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半路上一个漂亮的女孩让他着了迷 杰克当场坠入爱河 呆呆地愣在那里连话都说不出来 杰克接受了邀请 来到学校门口接小美 身后的男孩笑他是香巴佬 还想赖蛤蟆吃天鹅肉 他不服输地回击到 香巴佬有朝一日也会成为亿万富翁 小美看到他的上进心 立刻带他去见校长 希望杰克参加新生考试让学校录取 校长不太愿接受 杰克为了证明自己 让小美随机说出一组五位数的惩罚评 小美算了很久才确定答案是正确的 校长很吃惊 眼前一亮 杰克顺利入学 两人关系持续升温 度过了一段美好甜蜜的时光 但好景不长 这天他们在酒吧听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新闻 杰克一枪热血谎报年龄参了军 直到离开前一天才敢告诉自己的女朋友 小美知道后强烈反对 他告诉小美 人们总是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奋斗 画面一转 新兵不敢上前线送信 杰克从不放弃机会 反而主动请应上前线 但不幸的是 刚进入战场的他就被炮弹炸飞 好在战友及时就回了他 转眼间十多年过去 他靠当兵多年的积蓄 终于买到最好的钻井设备 可挖了数千米也不见一滴石油的影子 合伙人有点想放弃 几个工人也听到他们的谈话 直接撂挑子不干了 他带着满脸的愁容回家 所有的积蓄都砸进去 再不挖出石油一家人都得喝西北风 这天大儿子让杰克把球扔出一个曲线 但他明显知道自己做不到 儿子说一定有专业的人可以 杰克突然想到专业的事就要找专家 他立刻找到了一位地质学家 这嬉皮笑脸的态度一看就不可靠 只见他拿着水瓶移一顿操作 又拿着耳麦听大地的声音 然后说就这儿了 杰克黑不溜秋地回家 还真让他挖到石油了 他和妻子拥抱欢呼 一家人再也不会为钱发愁了 下属告诉他机器一天可以采集500桶油 而油田可生产至少5000万桶 他们一辈子都采不完这些油 但农场主想借此机会碰瓷 第一批的土地交易不包括石油勘探权 撂下狠话让杰克等着赔偿 虽然杰克嘴硬的还击 但还是在电话簿中找到一名大学生帮他打官司 来的是个黑人 于是当场就被对方言语攻击 仅仅一句话就把对方的律师吓退 杰克一看着小黑厉害 立刻聘请他做自己的法律顾问 几年后 杰克在小黑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石油帝国 油田的市值已破千万 但还是没有达到亿万富翁的小目标 经过探测后发现隔壁的农场至少还有两亿桶石油 但农场主拒绝一切高价就是不肯出售 此刻专家有了一个想法 把钻井管道从自己这儿打到邻居的地下去 这样既可以采到邻居家的石油又不用花钱买地皮 接着杰克说他要买一座炼油厂 打通整个石油产业链 成为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 他和小黑连夜飞到炼油厂 与厂长洽谈收购的事情 但厂长故意刁难他们 让他和小黑再等几天 两人在酒店一住就是一星期 一点消息都没有 眼看就要过年 小黑说啥也不等了 急着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饭 而杰克决定继续留在这里 拿下炼油厂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春节当天厂长被他的坚持所折服 决定把炼油厂卖给他 就在这一刻 他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成为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 杰克异常兴奋 但突然意识到没有人可以分享 此时坏消息随之而来 小黑在回家过年的路上发生了车祸 内脏受损严重 两个肾破裂不保 余生都需要靠着血液透析才能活下来 杰克看到躺在病床的小黑 终于意识到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 他失去了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 于是他把一个肾捐给了小黑 小黑重获新生 杰克恍然大悟 金钱只是梦想 家人才是最大的财富 他将公司利润注入慈善基金 希望用这些钱帮助有需要的人 杰克和妻子将这个决定告诉了四个孩子 然后给美元分发一万美元 教导他们用这笔钱学会帮助他人 孩子们拿到钱后却高兴的计划该如何花掉 夫妻俩看着几个孩子的表现很是失望 这时三儿子走下楼 把钱还给了父亲 他说自己的钱已经足够 这笔钱应当存到基金里帮助更需要的人 事实上 这是杰克给孩子们做的测试 三儿子当之无愧继承了所有的财产 或许我们都在为金钱努力 忽视了比金钱更重要的亲情友情和爱情 有时我们需要放慢脚步 真正的财富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感谢观看